我的丈夫被判刑19年之后 当时我真的是伤心欲绝 然后哭了几天几夜 然后因为伤心欲绝 然后奶水一下子越来越少 儿子整天就是饿的 就是哇哇大哭 然后到儿子四个月的时候 奶水就彻底没有了 其实我丈夫就是 当天2015年6月26号被抓走的时候 就是我们家的银行卡被扣押 家中只有800多块钱的现金 然后就是等于我和儿子的生活 就没有任何的 当时我是在怀孕期间 当时就是也没有生活的来源 没有生活费 然后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向社区就是要求他们得到帮助 然后他们只给了我十个鸡蛋 我想想现在真的觉得很屈辱吧 然后就是我和儿子的生活 就是面临着困境 我和儿子就是无法生存下去 随后就是得到了热心和安心的朋友 以及教会的兄弟姊妹对我们的支持 才是我和儿子就是能生存下来 然后就是我内心所受的煎熬 以及对我丈夫的担忧 时常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身心疲惫心里憔悴 我丈夫在看书所里面遭受刑循逼供 然后就是酷刑虐待 然后他在监狱里面 就是现在就是比单独关押 然后就是不让放风 不让见阳光 让我对他的就是非常担忧 因为就像国内这个彭明 刘晓波还有杨天水 他们的这种遭遇 让我真的我就是寝室难安吧 真的 时常担忧 时常就是会做噩梦 曾经有一次做噩梦 就是梦见我丈夫不好 我当时就是哭着从梦中醒来 那种感觉就是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